明星期前,老師收到一個求助案案 是一個美國來的女士 原來千方百計找了一些人幫他 他在二十年前在香港做過法事 但是很可能,他都不知道是不是 引起了一個靈體上身 這個靈體自己報稱是十歲 他的身體是二十年了 那時候他是想求恩怨? 他是想恩怨和諧 恩怨和諧,他有沒有另一半 還是可能寂寞 他是有另一半的 但是有些人你知道 有錢就希望錢不要那麼快不見了 有個男朋友,女朋友怕他走 做了法治之後,在這二十年 他就覺得身體好像多了一件事 覺得多了一件事 有幾次,最近三四年間 有裡面的靈體跟他進行一個溝通 他說,我可不可以 帶我回香港 我想回香港 他回到香港 我們不是好像排便 去到那裏幫襯 就放下 怎麼走出來 大家都不知道怎麼走出來 他就以為每一次去完廟裡 走了吧 首先他很強烈意識到自己裡面 是有一個靈體 或者是在那個台灣 他在那裏都是在那裏 但是他會否懷疑自己 精神方面 最重要是這些 我們很科普的 一會兒大家看完 你們告訴我們 我們來總結 大家來投票 究竟誰上身了 因為精神病了 好嗎 好 最終來投票 為什麼要投票呢 最好就進入我的微博 我的微博就是簡訊媒 你打簡訊媒你差不多找到了 簡訊媒Hi-香港 簡訊媒老師 裡面你加了進去 因為我們每一集在裡面 都有一些大家的互討 有一個post 起碼是討論 大家給一個意見 你認為他是精神病 我認為他是鬼上身的 都沒有問題 我得更加遠了 片段之後 我亦都講我自己的觀點給大家聽 我看了片段 我覺得是 我不講給大家聽 總之我覺得非常害怕 還有打爛陣的 說真的 雖然你們知道你們的粉絲都很重口味 以前又看怪談 但是每一次的體驗都不同 每一次的感覺都不同 我應該有電了 我怕你不夠電 不怕的 我這裡還有 不要緊 很多電力 老師 自己在發電 剛剛還在充電 充足電力來應付你們 很有信心 我們一會兒做個簡單的投票 完了之後 大家就在你的微博那裏 可以做一個投票 或者Radio 99的聽眾 可以在checkroom那裏 講你自己的感想 都可以回應一下 我覺得這個故事其實都幾 對於事主來講 可能是一個劫 也很可能是這樣說的 如果他搞不定 可能會不會有機會面對生命危險 因為他根本都睡不到 他整個人的神情 他很多天都沒有睡 因為他回到香港之後 那個神情也好 他都睡不到 難怪看到片裏面 也有些很不舒服 而且有一件抑鬱著你的 你就會因為這件事的抑鬱 而會產生你的情緒的變化 所以是必然的 我們要跟他解脫 是要用很多的方法 那我的方法是否正確 就這樣留待你們去討論 即是那個結果 你說師傅 明明是正常病的 你為何又幫他搞什麼來 大家看完片 再給個意見 我們去到中段 都會解釋給你聽 免得你一路看 都不知道做什麼 我都會斷一斷 我們大家討論兩三分鐘 我們繼續去看片 好嗎 那看片之餘 之前我們都講一下 有人問今天有沒有東西送我 其實上次 上次 遲些 下一次我會送 那些五雷派出去的 因為就是接近了7月了 現在都立秋了 立秋了 立秋了 舊歷是7月14 即是多少號 其實由立秋 至到7月14 現在都是入了鬼月的了 即是鬼門關 不是鬼門關 是超渡的月份 超渡的月份 是的 超渡他的月份 下一次就送五雷派 我會送少量 因為我不可以把我的髮器 每次 那時候就要開善堂了 大家要理解一下 沒錯 我想支持老師的 都不會在那裡計較 一定要送我才要 是不是 還有 這裡也很感謝老師 上次很慷慨地買了一百本 其實一百本鄧蒙威的 黑肉 黑肉團長歌 只剩下一本 因為很多聽眾 很好 他們很踴躍去訂購這本書 還有Winky那本蠟燭書 蠟燭廠那本鬼故書 很多人買 這本是我的 是的 這本是你的 今天是不是會送幾套鄧蒙威師傅 因為我會送三套 一套兩本 我會送三套 給三位 三位 就是我的年費 當然要年費 年費的粉絲 等一下的方法是怎樣的 我們先看片子 待會我們慢慢再想想想 好嗎 大家都可以在這裏留下言 雖然未看到 待會再看 我真的不知為何看不到 你看到嗎 應該還出緊 幾多大帽子 好 待會再看 因為我們事不宜遲 因為這條片都很長 所以要開始看 大家平息靜氣 坐著 高星環境 坐著 天堂 坐著 4個 公尊 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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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